那另外一個賴皮寮 過去賴清德告訴大家 他的副職輩過得也是很苦 那賴皮寮在選舉的時候 鬧這麼大的一個風波 現在要告訴大家 透過這個過往是礦工的工寮 讓大家知道工人有多麼苦 可是一打開說 怎麼是一個貼皮的工寮 因為一點都不像工寮 他其中還有一個 仔細看這個 這完全是日本和室的 一個休息的小房間 這個還不包括二樓 二樓好像沒有開放 然後還有這麼一個書桌 請問哪一點像工寮 跟這個房子比起來 我家還比較像工寮 因為我家都破破爛爛的 但是他家看起來很舒適 如果去看 不像工寮怎麼辦 我就貼很多礦工的照片 我們家不像工寮沒關係 我貼了很多礦工的照片 看起來乍看就很像 這個跟礦工有關聯 外面也有這個說明會的攀板 然後馬路上面 在外面很遠很遠的人 山坡下面就有一個總統成長老家 往這個地方 這邊就有照片 很奇怪 我上去就看得到了 為什麼要在山坡下面放照片 總之就做得很舒適 還有各種照片的指引上面 賴清德 賴振穎 民進黨現在據此就說 我們說要做公益 要做紀念館 我們已經兌現了 請問柯文哲 柯文哲你的草皮 到底賣了沒 還有包括現在很多民調 包括TPPS民調還有靜新聞的 靜新聞被認為比較偏綠 跟特定派系比較好 賴清德的滿意度高達55.6 以這樣的立場我覺得偏低 還有 TPPS的賴清德 也有做到40% 跟蔡英文 而且TPPS最特別的是 我們還整理了 我們的這個 把歷史的眾生拉長一點 陳水平居然有59% 馬英九41%就是比較百日的時候 蔡英文是39% 賴清德比不過陳水扁 又贏了蔡英文 他小輸馬英九都差1% 2% 有差範圍之內 那袁錦有告訴 袁錦的基金會執行長說 這個賴清德是少數執政 沒有蜜月期 那他還要獲得很多的認同 不過他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司法上的這些動作 自己人都砍 以及賴皮這事情 再怎麼樣 大家再怎麼東看西看 覺得很怪 他也處理了 那未來他的民調是不是會持續往上攀 甚至打破了817萬的魔咒 請教司剛 但我是覺得 像百日的這些民調 你看起來什麼41 39 40我覺得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了 就代表說這幾個 過去的民選總統在100天之後 對他的一些抱怨都會爆出來 你看其實最好是阿扁59% 就是縱使你有六成那麼高 也不怎麼樣 也是海角七億 對啊 還是海角七億 人都會變 全力掌握久了 事情看多了 所以百日看看就好了 對 我覺得看看就好了 那你怎麼看那個礦工紀念館 我覺得就是在兌現他的競選 去還不容易 五六日然後早一攤下一攤 就是還要申請 是啊 你又不申請 應該第一個要全面開放 別申請 大家當時要打卡景點 那時候一樣打卡 現在也要打卡 再來所謂礦工生活的這個紀念館 應該如實的呈現 當時艱苦的問題 當時他不是告訴我們說 他的房間很小 然後大家在那邊生活的 其實很辛苦 那你就應該修心如舊 應該要回復當時 這樣艱苦的狀況 不是說有這樣漂亮的盒事 然後大家會想說 那你當時這麼有漂亮的盒事 那看起來生活還過得去 大家會以為礦工都過得不錯 都過得還不錯 應該是當時的整個生活的 非常辛苦的狀況 把它呈現出來 不知道吃飯是怎麼弄 廚具是怎麼廚具 然後上次吃飯是些什麼 那其實做這些的展示 其實以現在技術來說 都非常的簡單 都不會說太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應該修心如舊 回到當時的那個艱苦的情況 而且你現在做了總統 你家的問題解決了 還有其他53個案子 對 你不能獨善其身 你要獨善其身 也要奸善天下 那其他53個是一起改成 礦工生活紀念館嗎 看看大家在各地的礦工 生活過得如何 所以你是要做總統 你的高度不是把自己的問題處理好 你要把其他53個這類似的事情 把一次解決 而且我以前看過礦工的 我本來以為他的紀念館 會有一個就是很擠有沒有 我們記得以前去博物館的時候 會擠 擠 擠進去 他讓你感受礦工 在那個小小空間裡面 很難生存 我本來也會有這樣的設計 我想太多了 因為這房間看起來 真的非常非常熟悉 賴總統他擺日之後 還有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蔡英文在2016年 剛上任 5月520上任 6月24號 一個月的時間他就出訪 而且過境美國 過境邁阿密 洛杉磯 不算瓜歸 但是也不錯 也沒有到非常非常遙遠的地方 這一次賴清德說 試探性可以到美洲去出訪 順便過境美國 但是美國給他們的訊息 報紙寫說 美方只有允許他到夏威夷 那就比邁阿密跟洛杉磯遠多 政治的 怕去了之後反而會丟臉 那美國 民進黨在這個 曾擔任美國民主黨海外部的 主任的律師江東林 他有特別講說 因為選舉要到了 所以見到的議員也不多 可能會場面有點冷清 那尷尬的是上個月的時候 我們外交部長林佳龍 他說總統府賴清德 現在確實有幾個要出訪的行程 都在規劃當中 坦白講外交部長也很少 在未成形之前 這麼早就跟大家預告了 但現在傳出來不去 總統府告訴大家 我們沒有出訪的規劃 但是到美國去跟說美國交好 那我們繳了那麼多的保護費 譬如說現在告訴大家 國防的預算年年要創新高 現在已經是4600多億 明年聽說會創新高 GTB會到3% 越來越多 可是發生了一個非常不可思議 離奇 我們四位營長 營長縮大不大 縮小 其實還滿接近基層的 四位營長集體跟立法院 立委來陳情 這代表什麼 他跟上面講 上面不聽 不理你 他說我們現在部隊缺人 還缺裝備 然後我想說缺裝備缺什麼 缺槍嗎 缺棉被嗎 不是 缺的東西可大 打仗的時候 要透過通信的裝備 缺通信裝備 我們打仗的時候 電話都動了 訊號都斷了 我要跟賓哥聯絡 我要靠這些打仗時候的 通信設備就沒有 然後缺戰術輪車 沒有輪車 那我移動怎麼移 消防車我也缺 那我下基地怎麼辦 那現在就傳出來四位營長 為什麼膽子這麼大 這個是在雲中裡面 你跳級跑到立法院去申訴 這是犯了大忌 為什麼 因為對他們來講 如果我的退訓 整個營隊退訓 我會被扣分 是我的人生裡面的 一個很大的污點 影響他的晉升的積分 軍方有特別解釋說 我們當然會認真 那現在缺什麼 基層缺兩種幹部 因為我們基層大家知道 士官跟軍官 就是他跟你講缺什麼 缺士官跟軍官 滿幽默的 請教賓哥 我先講賴總統出訪這個事情 本來你看吳釗燮跟林佳龍去美國 他們一定是在幫忙協調這件事情 想幫忙安排 對 他們去之後才發現不去 他們去本來一定在協調 但是協調了之後 可能發覺現在時間不適宜 因為理由很簡單 美國現在大選如火如荼 到底賀錦麗營 還是川普也沒有人知道 那在這種狀況下 而且老共那邊 已經明白的告訴你 就是他希望美國不要接待 就是台灣去的高級官員 所以他的態度也講出來了 那在這種狀況下 美國大概也不想 在這個時候解外生 只自己內部都忙不過來 他也不想在外面去找一些麻煩 那更何況他也知道賴清德 是一個相對獨派色彩更強的人 他來的時候爭議性恐怕更大 所以在這種 賓哥我請教一件事情 過往美國在選舉的時候 最喜歡打的牌就是抗中牌 那如果現在這個 老共最討厭的台灣領導的人 要來美國的話 我應該好好擦坐這個牌 跟他見面 然後打抗中 選票會激增 跟這個邏輯 跟這個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沒有 沒有 你抗中牌是只能打 你不能真打 不能真的做 對 你真的做出來麻煩 萬一這個時候 這個節骨眼 中東的地區都還沒有平息 烏二戰爭也正在如火如荼 然後你突然在台海這邊 起了直接衝突怎麼辦 美軍沒有辦法應付這些東西 那第二個問題要請教 像您剛剛有特別提點到 就是因為真的派人去了 臨交人說無召謝 真的到美國去 有沒有可能是他們去了 探了虛實 真的能見到面的人真的很少 能夠過境的又遠在夏威夷 規格有夠低 所以只好透過媒體講說 我們不去了 因為我覺得 這個消息會傳出來 就是美方說 好 如果你真的要過來 你要在十一月以前 一定要過來的話 大概就是你從夏威夷那邊插邊球 就是這樣子 你把這整個影響降到最低 可是如果十一月都還不能去 他勝任三四個月都還沒出訪 那沒辦法 因為誰叫你不早點去 如果你在拜登 還沒有被罷免掉的時候 你就先安排這個行程 也許還有機會 對 也許還有機會 現在拜登已經差不多 他就是一個看守 你知道拜登現在狀況也很尷尬 他也不想做什麼 能夠會危及到賀錦麗選情的事情 他現在看守了 對 他就看守了 所以他大概也不可能 做什麼重大的決定 那在這種狀況下 他當然不傾向於做這種安排 所以現在有人說林佑昌也去了 那林佑昌去說 是不是要幫他安排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絕不可能 因為林佑昌對外交 會比林佳龍他們更不熟悉 而且他只是黨職而已 是 他只是黨職 他根本沒有幫他安排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的出訪 大概拖到美國大選以後 那至於說國軍的裝備問題 其實這就凸顯了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政府根本在玩假 什麼叫玩假的 也就是當初在美國人 要你延長兵役 你就跟著延長兵役 然後當時政府告訴我們說什麼 全部都準備好了 結果現在事實是什麼 什麼都沒準備好 對啊 人也沒有 裝備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兵哥他缺這些東西 因為有些沒有當過兵的觀眾 可能不知道缺通信缺車 缺消防車是什麼概念 那就是不用動的概念 就是這樣子而已 你一個部隊連通信裝備都沒有 你要怎麼打仗 就等於說把一個人的耳朵廢掉 嘴巴廢掉 腿也砍掉 那當然我知道軍方有變通的辦法 就是某一些部隊配發一個 然後剩下要幹什麼 你用手機聯絡 打仗的時候就是 嗅嗅好不通 問題事實就是這樣 實際上我們也都知道 官兵平常就用手機在聯絡 小蜜蜂說 我們大家都這樣幹 可是問題是真的 戰爭的時候 你能做這些事嗎 根本不行 而且你用這種方式 去訓練兵的話 這些兵永遠不要 真正戰爭的時候 你是不能用這些東西 那就完蛋 所以我們第一個 邊線比到目前為止 都達不到標準的時候 你去延長兵役到底有什麼意義 包括事情 請到施岡 台積線之前在施工的時候 挖到古蹟 現在又挖到了 這也算古蹟 古蹟的千磅未爆彈 然後扛出來不得了 大的不得了 過往這些高雄 大家知道因為在日據時代 他就是兵工的重鎮之地 所以當時美軍在空襲的時候 還有炸過這個地方 所以是那一個時候留下來的 後來變成是煉油場 然後很多人問說煉油場 下面有一個大炸彈 為什麼煉油場沒有讓他觸發 沒有發生問題 那軍方是全權處理 因為擔心爆炸 所以只有守在這個 這個煉油場外面進行維安 鏽石非常嚴重 目前是沒有危險性 但是有人講說 這不會影響 只是說怎麼挖出那麼多東西 請教司官 底下是個保障 國家保障 所以你看當時煉油場 沒有觸動這個炸彈 或是確實是萬幸 而且當時怎麼也沒有想到 去往下挖 那煉油場 我也不知道是當時包括這些 我們去做建築 想要去做一些事前的吊坎 然後做一些土質的這些探測 或底下有沒有一些東西 他們會以現在來說 都會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去看底下的土裡面 有沒有一些雜質 像台積電的這些廠 需要的土地 是比較乾淨一點的土地 好 可能也許過去50年 在50年前在煉油場之後 並沒有這麼需要 這麼多的SOP 所以有這炸彈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提醒一下台積電高層 其實要普遍的 就看一下地上 因為他們有一些偵測器 可以了解到 底下有沒有金屬的東西 其實有的話 其實可以預先的 去做一些準備 因為萬一在這過程當中觸動 觸動或是造成一些人員的傷害 我覺得這個就比較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花點時間 緩一緩把這土地底下的東西 了解一下還有什麼東西 衛爆彈 或是其他的雜質 在這個土裡面 好 我們更多的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 拜託